The Hedon的房間是481萬起 高層有海景 可以看到啟德的郵輪碼頭和北角海 The Hedon的名字可能不知道在哪 但必加坊你應該就知道了 The Hedon就是位於必加坊的隔離 是新一期發展項目所以用新的名字 必加坊一期期會早前已經收樓 赤租高達68元呎 匯報有3.4元 新樓來說算挺高 而這次The Hedon的房間是481萬起 這集會和大家看示範單位 這次遲早出片 因為早幾天打風 要等好天才可以拍航拍 高層有海景 我們現在立即和你去看樓 Let's Go The Hedon位於紅磡、賀文田、黃埔站之間 紅磡和賀文田站都是轉車站 坐擁三站三線的優勢 不過最方便都是去紅磡站 紅磡站坐一個站就去到金鐘 港島上班很輕鬆 如果上北上消費都有兩個選擇 紅磡站坐東鐵線直達羅湖 或者坐團馬線兩個站 去到柯士甸站搭高鐵回大陸 紅磡站坐兩個站 去到九龍堂 小朋友上學也很方便 提到校網 這裡屬於小學35校網 中學九龍城區 早前政府宣布 將八大飛本地生的學額 倍增至40% 令到香港現在大學附近的租盤 是供不應求的 而The Hedon 就是來理工大學最近的新盤 這也是令到必加坊 租金回報高的一個原因 一個主打年輕人的社區 當然要適合年輕人的口味 快得來要慢 慢得來又要快 即是可以一落落快速消費 但可以享受慢活的體驗 示範單位有一個高科技設計 走進這間房間就好像 置身於未來The Hedon的街道 和商場入口 可以讓你體驗一下 這裡未來的生活是怎樣 而Becafone和The Hedon 是近30年來 最大型由單一發展商 精心打造的大型重建項目 花了這麼多年時間去收購 發展商當然會盡力做到最好 項目基座有商業 大約16.8萬呎 是一條立體商業步行街 並不是純粹購物商店那麼簡單 加入了不少戶外空間和特色設計 分了四大主題 除了可以解決日常生活需要之外 這裡集商業、文化、藝術、生活 和打卡於一身的社區 Mittang South 示範單位的模型區 你會看到The Hedon 旁邊還有一個地盤 因為The Hedon 可以享受商會所的設計 連同旁邊的A地盤 兩期的住戶可以共在兩邊的會所設施 這裡有健身室、瑜伽室、室外有泳池 共享的休閒空間 私人派對宴會廳、電影院兒童樂園 小型的攀石場、冰冰球台、小型籃球場 戶外的瑜伽空間 中間有個雕塑 認識新朋友的會聚區 有養寵物一定很喜歡 這裡有個寵物天地 而The Hedon 過對面馬路 也有一個戶外的寵物公園 整個項目將會是南九龍 未來的一個新地標 合共有2440個單位 一共有9棟住宅 如果於南九龍有9棟住宅 不就是Long Line 而這次The Hedon 位於Long Line的C位 在紅磡地鐵站C出口沿著天橋 一直走在最近地鐵站的一期 步行大約6分鐘就到了 The Hedon 提供453個單位 房型由1房至3房 實用面積由223尺至642尺 主打1房 如果連同特色單位 1房佔全盤8成供應 預計關鍵日期是2025年9月30日 大約16個月的樓花 The Hedon 還有3高 住宅入口大堂有9米的特高樓底 分層單位3.325米高 特色單位還有3.5米高 我們現在先看一間1房的示範單位 26樓J室 細重面積262尺 這裡雖然麻雀細小 但要有的電器設備都有 這裡開放式廚房 但可以明火煮食 之前必加坊的三期都有開放式 但這次The Hedon 並沒有開放式 接近8成都是1房 而發展商亦透露 在未來其他其數 面積將會越來越大 減少一些小單位的供應 所以The Hedon 的1房 是選擇比較多的一個其數 浴室配套與必吉方相比 亦升級了 採用德國品牌 有個花灑套裝 最棒就是這個位置 可以放手機在這裡 一邊洗澡一邊看片 享受MeTime 如果你們對必吉方也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在資訊欄中 或者置頂留言點 WhatsApp連結聯絡 記得不要忘記給個讚 支持一下 訂閱和分享出去給朋友看 實用面積262呎至276呎 首張價單至實質供價錢 由481萬至552萬 而別家坊第一期希惠 早前就已經收樓了 由一間低層的一房 實用面積251呎 由內地大學生以16,200元成租 匯報高不高呢 你們自己算一算 我們現在看看另一個示範單位 26樓Q室 這間絕對是近年的神跡 因為實用面積430呎 居然可以做三房 這裡同樣開放式廚房 但可以明火煮食 樓底3.325米 可以向高空發展收納兩十足 不過始終430呎開三房 除了主人房之外 另外兩間房也不算大 但已經預設好衣櫃位 非常適合一些有工人的小家庭 而且兩間小房之間是非結構場 所以設計方面比較靈活 不過這個戶型只有19間 首批設設計工價錢 大約由815萬至853萬 另外兩處是兩房再加個儲物室 同樣適合有工人的小家庭 實用面積411呎至417呎 今次首推D單位 首批設設計工價錢 由7991萬至847萬 這個單位高層有海景 隔離單邊的B單位是大一房 實用面積369呎 設計工價錢大約由727萬至745萬 這裡中間就用衣櫃間 可以將它改為兩房單位 如果想要真兩房 就可以選擇R室 實用面積346呎 首批設計工價錢大約由646萬至677萬 我們現在看看航拍景觀 The Headon 主要分三個景觀 一邊向西北 望未來的A地盤 即是剛才提到 會所設施可以共享的另一個旗幅 相信大家都擔心 兩個旗幅好像很近 會不會很困 我自己就親自上去 必加坊第一期的溪會看過 其實又沒有想像中那麼近 因為兩期之間除了隔了一條馬路之外 我還有一個會所泳池 這間一房還有雙海景 右邊可以看到灣仔會展 左邊可以看到啟德海景 這間高層一房放租18,500元 如果你們想租的話 也可以WhatsApp聯絡我 The Headon 另一邊向東南 望回C地盤 大家都知道 整個重建項目 其實都花了二、三十年時間 但是仍然有業主堅持死守二、三十年都不搬走 名副其實紮紮實實的丁子戶 如果他們死守在這裡不搬 沒有辦法重建的話 日後The Headon 望回C地盤 就有一個缺口 只要樓層高過黃埔花園 景觀就比較開揚 可以看到啟德的郵輪碼頭 以及北角海 The Headon 景觀最靚C位中的C位 就是BC單位向西南 左邊可以看到北角海 在半島浩廷旁邊 可以看到紅磡體育館 以及灣仔會展 看到灣仔會展 晚上真的會看到嗎? 不用我說 大家都知道 右邊向西看著理工大學 所以很多海外大學生都喜歡在紅磡區住 而航拍這一層 大家可以看到 究竟要多少樓才能高過黃埔花園 低層景觀也不錯 這裡可以看著紅磡區 兩邊的樹景也挺舒服的 不過相信大家都很擔心 以前買必加坊時 經常聽人說 是否會看到大酒店呢? 這次The Headon 其實大部份都看不到 因為都是望內街為主 向西北方向 未來都會有A地盤擋住 但要不要介意 見仁見智 每個人的接受程度都不同 而每個樓盤也有它的優點和缺點 要看樓盤的優點是否你想要的元素 又或者樓盤的缺點是否你介意的地方 如果接受到又不介意的話 就可以過來看看 如果你們對The Headon有興趣 也可以在資訊欄裡 或者在置頂留言點的WhatsApp連結 聯絡我 記得不要忘記給個LIKE 支持一下 訂閱和分享出去給你朋友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變成電影 當意 人 大 不 沒有 遇 吧 感谢观看